诚哥 我们是不是要分手了 你想跟我分手 因为我做得不够好 让你哭了 你就要跟我说分手吗 那是你刚刚自己说的 我是说了 你紧张什么 你这么看着我 我能不紧张吗 所以你现在是要兴师问罪了 不是 我只是好奇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你一直都很好啊 你是陆思诚 是杰斯曼 是大家心目中那一地之神 以前都没有人敢骂你的 直到我出现 到处多管闲事惹是生非 如果有一个麻烦精 那一定是我 我就好奇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我不是想和你分手 只是你前几天都不理我 我就在想 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或者说吓我烦了 所以忍不住才想问你的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至少我也巧见一步把你甩了 这样才没那么丢脸 这几天发生了很多事情 这几天发生了很多事情 让我很混乱 然后又发生了你受伤的事情 我很生气 但我不知道该冲谁发谎 所以你就冲我了 我没有 我只是在生我自己的钱 不是不愿意跟你讲话 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让你接受这样的我 我在你心里 已经不是高高在上完美的男人了 我甚至连关键时刻都不能保护你 你想多了 什么高高在上又完美的 不是这样吗 我可是见过你 很邋邋遢遢的样子的 这是你跟我提分手的理由吗 我都说了 我没有 你怎么还 以后不管怎么样 都不许说分手 那是我要在你耍了我之前先发之人 不会有那一天的 想都别想的 我会照顾你一辈子 所以分手这件事情 我再说一遍 想都别想的 像你一遍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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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好姐妹 你怎么还在睡觉啊 你看我给你发的新闻链接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表示Smiling缺席比赛的原因 是因为受到恶意包裹 手被割伤 ZGDX谴责这种行为 希望粉丝能够约束自身 不要做出过激举动 针对这种情况 必要时ZGDX将采取法律手段